大家好 又是立即學投資的時間 我們現在在一個系列中 跟大家講一批香港比較多投資者 去考慮的ETF 今次講的是一隻 追蹤的指數都是內地A股的一隻ETF CSO P 即是南方東英222的ETF 首先這隻ETF都有一段上市的日子 是2012年上市 它所跟蹤的指數就是富士中國A50指數 叫做A50指數當然是跟內地A股 亦有個數字是50 所以亦是跟內地上海和深圳市場最大的50隻股票 這個2822就是跟著這個指數 去投資在最大的內地50隻的A股 投資的方式都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可以透過湖廣通 而另一種就是透過QFII制度 即是合格的境外投資者的制度 所以它是可以取得內地A股的投資方式 2822它的股價是大約18元左右 每一手就是200股 所以入場費都比較低 都是3000多元港幣 而富士中國A50指數的指數點 現在是15600點左右 我們可以看到一點 其實這個A50它最大是持有什麼股票呢 其實就等同於富士A50裡面的最大的成份股 在2021年9月最大的四隻股票就是貴州茅台 少商銀行 中國平安 以及五兩億 這四隻就是裡面最大的股票 最後跟大家做多一個比較 這個A50指數 現在的PE是大約13倍左右 13倍左右 其實如果看A股市場 除了看A50 也可以看內地投資者比較喜歡看的 或者是一個很像美國的S&P500一樣 內地就有一個叫互心300指數 大家又不知道有沒有跟蹤互心300指數 互心300指數點就是5000點左右 PE就是17倍左右 17倍左右的市盈率 你記得到 頭50隻的市盈率就13倍 頭300隻的市盈率就17倍 即是告訴你其實第51到300隻的PE是比較高一點的 這些可能中型或者小型股 相對的PE是比較高一點的 不是因為PE低或者高就要去買 但是做了一個比較 讓你知道 在A股市場裡面 在2021年的9月的時候 如果你看頭50隻 他們的PE就是13倍左右 如果看頭300隻的PE就是17倍左右 剛才的資訊都可以給大家去參考 如果你是對內地的A股市場有興趣 除了去用互廣通買個別的A股 你亦都可以考慮在香港上市的 222一隻跟蹤富時中國A50的ETF 多謝各位 多謝大家看我們的片段 如果你對以上的片段感興趣的話 希望你給個like我們 或者share我們的片段 或者subscribe 或者按鈴鐺 如果有任何投資的意見 或者comment 意見的回饋 都希望你在留言區內跟我們說回 多謝你 多謝你